iDry的臺灣籍成員舒華單根網路節目 workdoll主持人 綜藝感十足的他迎來了第四次打工 在打工的過程中 舒華發現店裡還有DJ播歌 好奇了他問到在申請曲州 人氣idol TOP 3是誰 DJ則回答到 IFFE NEW JEANS LESS YAPIN 沒說到iDry讓舒華當場 又是綜藝帥 又是鬧彆扭 引發爆笑聲 然而接下來他看到有許多申請曲中 有iDry的歌曲Town Boy 就立刻播放 並跟著歌曲舞動甚至現唱 不過舒華卻一度忘詞 向DJ求救歌詞 或許讓DJ幫忙把歌詞售出來 唱完嗨點時舒華更一度破音 還對著全場的客人誠實說道 我破音了 各位抱歉 超可愛的模樣 融化不少粉絲 我會不會對她的電影 又是不可怕的 你會不會對她的電影 對她的電影 不妨礙